西晋这个短命王朝,最让人印象深刻的,大概也就是司马忠与贾南风这对奇葩帝后组合了。 这对夫妻联手,把繁荣富庶的中原大帝带入了无尽的战乱之中。 曾经的大一统王朝也在胡人的铁蹄蹂躏下,变得分崩离析。 那么,这对奇葩夫妇是如何一路作死,把西晋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呢? 公元266年,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篡夺了曹魏的江山,结束了汉末以来诸侯歌剧,完成了中国的再次统一。 当时的司马炎恐怕怎么都不会想到,司马家几代人的努力都即将会在他的儿子,西晋第二任皇帝司马忠手里。 当然,他更不会想到贾南风这位名门之后会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。 司马忠之所以能够成为太子,因为他的背后存在着两个强大的女人,一个是他的母亲皇后杨燕。 杨皇后出身于名门望族,先祖世代身居高位,而他自身又是天生丽质,多才多艺,深得司马炎宠信。 所以他的言行也可以影响到司马炎的决策。 而司马忠背后的另一位女人,就是他的妻子,太子妃贾南风。 和皇后一样,太子妃也是出身名门,是门阀大族,也是司马炎的心腹贾冲的女儿。 史书上记载,他面目清黑,无短身材,鼻口朝天,双眉之间还长着一颗又大又黑的痣。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,他都算不得是美女。 但是作为阴谋家贾冲的女儿,贾南风自然也是继承了老爹的优良传统,非常功于心计。 有一次,为了试探司马忠的才能,司马炎特意让人给他送去几份公文批阅。 还特地把太子周围的蜀官调走,不让他们帮助太子。 司马忠一看公文,果然是两眼发黑,不知所云。 贾南风知道之后,偷偷找来了太子的老师帮忙批语。 果然不多时,一份辞早华丽的公文就完成了。 贾南风一看这份公文,虽然写得文采非然,但是显然不符合司马忠的水准。 所以,他让司马忠照着老师的意思重写了一份粗浅的答案,送到司马炎面前。 司马炎看完这几份公文,虽然不是很完美,但是和太子以前的水平相比,也是大为进步了。 所以,也就打消了自己心中的疑虑。 贾南风的心计和手段,由此也可见一斑。 在皇后和太子妃的帮助下,司马忠终于成功地坐上了皇位。 但是这样一个吃傻的皇帝,当然不能够控制住朝政。 所以,他很快就沦为了傀儡。 朝政也很快落到了他的外公杨俊和叔叔司马亮的手中。 杨俊和司马亮,一个在朝中,一个是藩王。 司马炎之所以选择他们二人辅佐司马忠,正是为了平衡外戚和藩王的势力。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,杨俊很快就在权力的决斗中胜出,司马亮则被赶回到自己的封地。 本来杨家从此之后可以大权独揽,可就在此时,皇后贾南风跳了出来。 野心勃勃的他,也想参与到朝廷的正式抉择之中。 于是,他找来了自己的亲信,开始密谋如何铲除杨俊集团。 贾南风决定借刀杀人。 在他的忽悠之下,司马忠的两个弟弟楚王司马伟和淮南王司马允率军来到洛阳,准备铲除掉杨俊的势力。 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也由此开始了。 得知司马伟率军来到城下,贾南风马上教唆司马忠下诏,宣布杨俊谋反。 司马忠本来不相信自己的老爷谋反,但是经不住贾南风的添油加醋和煽风点火,最后只好下令讨伐杨俊。 而此时的杨俊还在府内歌舞升平大宴宾客,浑然不知危险已经悄悄逼近。 在突如其来的混乱中,杨俊首先就被杀。 之后,贾南风命人将杨俊的亲戚党羽全部抓起来,一灭三足。 杨俊死后,权力一主,但是贾南风这番运作却是为他人作驾衣裳。 手握重兵的司马伟马上控制了首都卫戍部队,开始在朝中呼风唤雨。 贾南风自然不能容忍自己的胜利果实被窃取,但他也只能暂时先接受这个结果,然后开始重新布局。 他让司马忠下诏,召司马亮重新入朝辅政,和司马忠的老师魏冠一起制衡司马伟。 这一布局可谓用心十分歹毒。 这司马亮曾经是拒绝过贾南风一起政变的请求的,而魏冠一心就想让自己的女儿代替贾南风太子妃的地位。 让这两个人与司马伟互相争斗,贾南风就可以作弊上官,无论哪方受损,得意的都是他自己。 果然,不久之后,两派势力开始出现矛盾。 贾南风马上劝说司马伟前去逮捕司马亮和魏冠两人。 司马伟马上兵分两路前去捉拿二人,将二人残忍地杀害。 铲除了这个制衡自己的政治集团之后,司马伟便开始得意忘形。 而此时,他的谋士赶紧提醒他提防贾南风,劝他顺势入宫废除贾南风。 但是司马伟不以为意,并没有接纳这一建议,结果很快也就倒霉了。 就在第二天,他趾高气昂地进入宫中邀功之时,贾南风马上翻脸不认人,让人把司马伟抓了起来,立刻处决。 权力终于落到了贾南风的手中。 尽管如此,贾南风还是不能高枕无忧,因为在他心中还有一个隐患没有出去。 这个人就是司马忠唯一的儿子,司马玉。 司马玉是司马忠与一个宫女所生的儿子,但他可不像他爹一样,是个白痴。 自幼就以聪慧著称,深得祖父司马炎的喜爱。 据说,司马炎之所以要把皇位传给司马忠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看中了司马玉的。 这样的一个人物,对于贾南风而言,当然是巨大的威胁。 于是一天夜里,贾南风矫照将太子骗进宫中,灌得鸣鼎大罪之后,骗太子写下一篇文章,再交给心腹谋士添油加醋一般,诬告太子谋反。 一向对贾南风百一百顺的司马忠,马上下令囚禁太子。 不久之后,贾南风便派人将太子活活打死。 这场权力之争终于告一段落,以贾南风的胜利作为终结。 但是,谋害太子也给了其他的地方藩王进京的借口。 很快在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,贾南风被进京的赵王司马伦击败,处死在京城,结束了他兴风作浪的一生。 在由贾南风引起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之中,八个诸侯王先后登上历史舞台,卷入到朝廷中央的政治斗争之中互相倾压。 晋朝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,彻底分崩离析,为日后五胡乱华,中原百姓流离失所,血流成河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 当然,把一个王朝覆灭和国家的分裂都归罪在一个弱女子身上,也是后世史家有失偏薄了。 天下兴亡匹复有责,那些西晋初年,曾经站在历史的浪头披荆斩棘,翻云覆雨的弄朝儿门。 对于接下来数百年的国家分裂,生灵涂炭,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对于贾南风这位颇有争议的人物,各位朋友,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? 欢迎在留言区发表评论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,欢迎点击订阅,留言,点赞。 感谢您的支持,咱们下次再见。 感谢您的支持,咱们下次再见。